神已经把 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 那基督是教会的头 我们是他的身体 那在这个身体里面 每一个在新约的百姓 其实我们是有权利 我们可以过得更加的丰盛 这是主所应许我们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一起 从这一些的经文 六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来看见主所给我们的应许 以及他所托付我们的事情 那我用一个题目叫做 与主同坐宝座的侍奉 因为这几是我们的意象 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宝 那所以我们在刚刚 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 哥罗西书四章的一到六节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落 第一个是 第一节就讲到君王的认知 那第二个是君王的行为 五到六节是讲到君王的工作 那第一节我们讲到说君王的认知 很多事情 你有没有认知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那他这里讲到说 第一个他经文说 他说你们做主人的 那个主人 并不一定是当老板还是当主管 你只要是有权柄的 其实你都是主人 然后他之前讲到说 所以他这个主人君王 有权者都是这个意思 那最起码我们就管我们自己 那所以这一个呼召 是对每一个人说的 就是我们做主人的 那说到我们做主人 应该要怎么样带领仆人 那上司怎么样带部署 或者是说一个君王 你该有怎么样子的生命 就从这个里面来看 当然每次读到哥罗西书 因为他跟以弗所书是相对的 所以以弗所书讲到的是 那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就里面很多的事情 虽然是讲的一样 但是他更多的讲到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而哥罗西书讲到的是 基督是教会的头 所以要更多的讲 讲到原则的问题 那在以弗所书里面六章说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要向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 好向服侍主 不向服侍人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 无论为如无得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基督徒应该是最好的员工 因为你做的事情不是给老板做的 是给主做的 那你觉得说这个公司可扣你 其实你真的是应该 如果你是一个 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你应该要认知 没有一个权柄 不是从神来的 所以如果神把我们放在那边 那他就讲到说 第六节说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他其实他原文的那个意思很好 你不要当眼睛的仆人 意思也就是说 不要有人在看你 你才做 你要把这个事情当作为主做 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你眼睛看见的是 很多不可爱的人 但是重点在这里 你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 主只要许可的 没有一件事情 那没有一件事情 是主不许可而临到我的 没有一个主人是主说 是意外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来讲的话 第七节说 甘心侍奉 甘心侍奉 诚实的侍奉 不是 所以只要我们每一次 做好做坏 那个能力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那个态度 确实需要甘心 愿意做 你要经常讲什么 欢喜做甘愿受 有没有 就这个意思 那我想 这就是需要我们彼此来劝勉 有神的话在这里 今天 即便是我们的环境 不如我们的想象 而且 可是如果主的话在这里 我们用信心领受 那这个话就能够成为 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就慢慢的 我们会越变越好 我们会越变越好 那神改变一个环境 通常不是先改变环境 而是先改变我们 当我们改变了 我们的环境就会改变了 所以 这句话不仅仅是命令 这句话是祝福 神的每一句话 我们都把它当作祝福 先接受 然后我们愿意去做看看 然后 让神的恩典 显于我们的顺服上面 然后 说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 也是义礼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一 为主在天上 他并不偏待人 这句话就跟 这个哥罗西书四章一节 讲的有点类似 他说 你们做主人的 也是义礼 什么礼呢 就是仆人上面有一个主子管他 那我们跟仆人 我们跟所有人都是一样 我们上面有一个什么 我们有一个主 主在管我们 所以 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 接受进来了 那我们就能够做成 做成什么事呢 我们就第一个 我们知道我们上面是有遮盖的 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尽力在做 责任不用我们负 因为上面有遮盖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上面 没有一个遮盖 凡事那你都 你都要自己做了 对不对 所以 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个主在天上 知道跟不知道 真的差很多 那以前 以前经常在上那个课 那有的人在讲说 怎么样要多研究 要好奇 他就讲了一个例子 讲到说以前那个GM的那个 那个汽车厂 他们的客服工程师都收到一个报告 说那个人说那个车子 新车是没有问题 可是每一次 去买冰淇淋的时候 只要买巧克力冰淇淋 车子就会坏掉 奇怪了 那你要那个客服工程师 他就觉得 笑 除了卖那么多万量 也没有做这个 然后他可以不理他 可是他就觉得说 他想要知道为什么 就他真的去看 然后那个你就带他去 去到那个冰淇淋店 他真的他只要跟他买 买香草口味的 车子就开走了 买巧克力口味的 车子就发不动了 说为什么呢 后来他们就真的 他真的去研究 研究后来就发现了 因为那个巧克力的冰桶比较远 所以要花的时间 多花40秒 所以因为他在怠速之下 那个车子就是有那个问题 就因着他去研究的关系 发现车子真的是有一个 怠速过热的问题 然后就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知道 知道跟不知道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偶发事件嘛 对不对 疯子 买哪个口味不一样吗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就是买 这个巧克力口味的 这个冰淇淋 车子特别容易换 会发不动 所以每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想 那你必然 我们必然就才 才能够在这个里面 我们才能够得着智慧 所以你们做主人的 要公平平的代仆人 因为知道 因为知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是我们信仰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天 在成长城碰到一个福音朋友 他问我说 他问我说 他说我也听说 他说我不信基督教的原因 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信耶稣 你为什么不能信耶稣 他说因为我看见那个 那YouTube上也很多 现在有那个牧师 干一干 跑去出家的 我说那他肯定 他没有信清楚 很多事情他不懂 可是我觉得他的问题 也很对 他说如果我们信的神 是那么美好的 为什么会允许世界上面 有那么多不美好的事情存在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事情 是不能够怪神的 因为上帝已经把一个 自由意识送给我们了 他讲说对 可是问题是 那上帝不是有能力吗 他为什么不能做 我说上帝真的很多事情不能做 他说那这样子讲 上帝就不是全能的 我说上帝是全能的 也不是全能的 因为 因为第一个 神没有办法创造一个 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 那人家就会拿这个问题来问 如果上帝你是全能的 你就能够创造一个石头 然后是什么都搬不起来的 但是如果是你创造一个 不能搬起来的石头 那表示你不是全能的 可是问题也是 上帝也不能够创造一个 方形的原形 这不合逻辑的事情 上帝他不能够说谎 这也是事实 上帝不能够违背他自己 这也是事实 对不对 所以神他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 而不是他不能 他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 对不对 有些事情就是不能 对不对 但是违背原则的事情 我们的神 没有办法违背他自己的话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一些思想不是听人家说 而是我们自己经历 我们自己思想 那圣经讲说 我们要与他一同做宝座 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在这里念 我们要与他一同做宝座 那你相信吗 你有没有一些思想说 那这个做宝座 好像我回到家就要做家事 我明天就要上班 那还被人家叫来叫去 我哪有做宝座的感觉 不 那你就要思想一下 那上帝所说的这个做宝座 跟我们实际的经历 有什么差异 你去思想 你就能够得着 因为这件事情是我经历太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说 你祈求就应允你们 对不对 你寻找 要寻找 你一定要寻找 你寻找才会寻见 如果你坐在那边等答案 没有答案 因为你都没有问题 怎么会有答案呢 所以我们要寻找 我们要去问 然后神就把那个事情 向我们来解开 所以你知道 这个要知道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其次是 我们有一个主 能够在天上 那我们只要是自己的主 他在天上来管理这些东西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争 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抢 我们就能够怎么样 安息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认知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想说 那为我们这样子的话 就是输人输在起跑点 每天输了 我跟你讲 基督徒 基督徒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有神在 那我们能够进入到安息 然后其次就讲到说 我们要公平的带仆人 不要威吓他 因为主管很喜欢就是恐吓他 恐吓人 因为这比较快 跟你讲道牛 讲不通 北欢 恐吓他比较快 可是问题是说 如果你跟这个仆人一样 同有一个主人在天上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公公平平的 其实公公平平 更重要的一点讲就是说 你要为了他的好处 意思也就是说 该讲他你就要讲他 我们该惩戒 我们就要惩戒他 公公平平的 但是不要讲那个 不要威吓人家 我们凡事都要在爱里面来做 这是讲到说一个君王 你要是你是一个君王 其实更在意的是 那你的君王 你到底是什么 而不仅只是说 我们做了些哪些事情 在论语里面 那个季康子问正于孔子说 他说 如杀无道 已就有道 何如 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很多没有道的人 我把他都杀掉了 找一些有道的人来 你看这样 好不好 那孔子就说 他说 子为正 焉用杀 他说如果 你要做好的话 你何必要用杀的呢 他说你如果好 那老百姓都会好 就是子欲善 而名善矣 然后他 那孔子就接着下来讲 一个道理给他听 他说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之风扁 意思就是说 君子像风一样 那百姓跟草一样 风吹草低 见流氧 风吹过去 草就倒下去了 所以不是杀来杀去的问题 你今天杀了这个 明天那个又反了 那你杀不完嘛 对不对 所以能够成为君王的话 就只有这个 风吹草也 就是你要自己要 试个料 我们用我们的恩言 然后我们来去带领人 然后风吹草就也 好就能够去成为 这个有道德人 成为善人 这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 这个先生先行 也是讲了这个道理 跟我们今天讲到的 一个君王 道理是一样的 你不是你做什么 而是你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然后那讲到第一 二节到第四节 讲到说君王的行为 他说你们要横切祷告 第三节说你们 你也要为我祷告 那这里讲到的 一个君王 最重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 祷告 君王最重要的作为 就这一个祷告 因为君王 他是用 发命令 来执掌他的权柄 那所以神 就把这个祷告的职份 托付给每一个 要成为君王的人 所以祷告是什么 祷告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是一个天跟地的联合 我讲的是真实的祷告 那第三个讲到是 祷告是一个基督徒的呼吸 你要是能活着 就表示你有呼吸 你如果一直神是神 你是你 那说实在的 我们的生命会 奄奄一袭 那 这个诗篇讲到说 他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地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令就利 神他说他按着他的样式跟形象 他造我们 所以我们也有这种能力 我们能够说有就有 命令就利 但是 那 可是问题是说 神他就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这样吗 所以上帝就怎么样 把这个 把我们放在一个范围当中 就像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信奉神 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就是我们有神的生命 然后我们若造着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所以我们祷告 没有蒙应允 我们的祷告 不蒙垂听 那很 绝对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 没有按着他的旨意求 所以因为我们能够说有就有 命令就利 那这次神给我们 造我们 我们就应该有这个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 如果我们乱用的话 就很危险 所以神就让我们不断的在学习 困难里面学习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的 贴近神的心意 你也可以用抽签的方法 可是你要抽很久 那你要不要去思想 这件事情 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样子来想的话 才能够让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成长得更快 所以一个真实的祷告 他的重点 他的目标就是怎么样 能够跟神一同来宣告 就像是 这个摩西 他在山上 他在这里写到 他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露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裂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导他的罪 自负极致直到三世代 你知道祷告的最极致 就是这个 因为当我们祷告对了 我们宣告了 那事情就必成 然后那摩西 他贴着神的心 所以他能够跟神怎么样 他站在一起宣告耶 所以我们的祷告说 必须要能够跟神 一同站在那里宣告 宣告神的名 宣告神的名里面的美好 宣告神旨意的必然运行 这是我们祷告的目的 那 但是在祷告的认知上面 杰撒罪裂一家前书说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怎么样 在基督耶稣里面 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可是实际上来讲 我们也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运用它 我们要在谢恩的当中 不断的不住的祷告 得以常常喜乐 谢恩是我们祷告的基础 你要先认定上帝的作为 无不公义 如果你觉得不好 那是你还没有想到 可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你要先想通这件事情 要不然你会花很多冤枉时间 你会跟神一直argue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如果你听见你自己的祷告里面 有太多为什么要这样 我可以跟你讲浪费时间 因为你首先要觉得说 在这个要凡事谢恩 要谨醒感恩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怎么样 在谢恩当中不住的祷告 得以常常能够喜乐 而且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由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信心 是我们得着上帝应许的一双手 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愿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 所以弟兄们我还有话说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好叫主的道理 快快的行开 得着荣耀 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那或者是说 在铁撒罗一家 后书讲到 这个是第一个 OK 那讲到说 我们要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得以讲基督的奥秘 那其实我们 我们一直是鼓励弟兄姐妹 因为当我们的肢体们在大陆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需要为他们来祷告 那至于为什么呢 也许我们待会会说到 那祷告的态度就是 第一个他那边讲到说 我们要恒切 那恒忍是专注我 就是不是马马虎虎的祷告 警醒 就像是他的原文的意思是 因为保罗他写这个 哥罗西书的时候 是在监狱当中 那每天跟着这个 罗马的士兵在一起 所以他讲的很多的话 都是用的 都是那个军队的用语 所以要警醒 就是你在站岗的时候 不能打瞌睡就对了 然后呢 讲到说要感恩 不是只有到神的面前 恳求求这个求那个 而是要能够 谢谢上帝的恩典 然后那他这里讲到说 要恒切的 要恒切的祷告 然后要警醒 那就讲到 其实这是一场 祷告就是一场 属灵的征战 那 所以如果我们在 祷告的时候 我们觉得 祷告就是我嘴巴 讲讲话就好了 不是哦 祷告如果你 你真的愿意与神一同指挡王权 你就知道 祷告就是一场 属灵的征战 那 在这个 十六世纪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写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的 这个约翰先生 约翰本人 我们有时候是这样翻译 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他除了约翰 那个天路历程 大概是在基督教的领域当中 除了圣经以外 被翻译最多的一本书 我今天讲的是他的另外一本书 叫做圣战 那这个圣战 他讲了一件事情 他讲到说 他讲到说一个属灵征战的真实 那我可以念他的一段序给大家听听看 他说他在这里有一座城叫做灵魂城 那这个灵魂城 是全人神所建造的 那全人神按着他荣美的形象来设计这个城 那这个城幕后要成为他荣耀的居所 可是这个城 在这里却是成为魔鬼不断觊觎的对象 魔鬼一直想要攻进来 然后于是那本人约翰 这又是他关在监狱里面写的书 他总共在监狱里面关了12年 然后他就写了 他说他非常的稀奇 那么多人喜欢讲故事 那么多人喜欢讲那些可歌可惜的故事 却没有人述说一个灵魂城真实的故事 他就讲到说这个灵魂城 他说当他看见灵魂城的荣美 然后看见灵魂城如何的失丧 看见灵魂城的被捕 然后他看见那个以马类利王子率军 进入到灵魂城里面那个荣耀的景象 他说他都在那边 所以呢就讲到这个灵魂城 他就讲到说这个灵魂城 他被建造的无比的美好 而且还坚实 那这个是从外面没有办法攻进去的 他必须有由他的里面开门 这个敌人才进得去 但是因为他建得非常的坚强 所以这个灵魂城只有五个门 他有眼门 有耳门 有鼻门 口门 还有感觉门 那所以 这个 当这个魔鬼他想要渗透进去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从这个五个门 他才能够进去 而且要有里面的人开门 那全能神 他在那里设定了这个以后 然后他里面选出来的这个市长 跟秘书长 一个叫做悟性 一个叫做良心 这个良心是搞不死的 因为他住的地方非常的坚固 而且防卫的非常好 可是所以不管魔鬼有没有进去 即便魔鬼进去 有的时候这个小老头 他会突然受到刺激 就会大声的喊起来 整个灵魂城都会震动 所以然后 讲到说当这个魔鬼 就派了两个先锋 一个叫做借口 一个叫做偏见 盼着他们两个人 从耳门进去 所以他就不断的在耳门那边 敲锣打鼓的 然后 这个哥林多霍说就讲 因为连撒旦他也装作什么样 光明的天使 他不能够强攻 他必须用骗的 他就让他能够看见美好的 所以他装作光明的天使 然后他去诱惑他 跟他讲说 你很多事情 那个全神的神 他告诉你那些事情是没有理由的 那些事情不会使你快乐 你有没有试试看 跟我们一起去玩 这个比较快乐 然后当他们进去了以后 这个魔鬼他进到了灵魂城以后 然后他第一个就是把灵魂城的 原来的这个市政班底 全部都霸卓掉 然后他自己找了他自己的新的市政团队 所以这个魔鬼的市政团队 找出来了 第一个就是用意志当他的市长 然后用情感当他的秘书长 然后还找了一些其他的军长们 有疑惑 有傲慢 有咒骂 有硬心 有无情 暴露 谎言 没有争议 酗酒 虚假的平安 还有否认神 这些都是他的市政团队 那其中有一个这个秘书长 他的秘书长 他小名叫做邪情 他的这个岳父就是头脑 你知道这是预言故事吗 所以你想想看 有些事情还蛮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所以他生了三个男的三个女的 男的叫做这个卑鄙 出口的 因为他那个英文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 然后恨恶责备 然后三个女的 报复 侵犯神 嘲弄真理 可是当他们就是把整个灵魂城 用一个新的领导班子 然后让灵魂城 他们就降服于魔鬼 然后后来这个以马雷利王子 他就派了军队 要来这个夺回灵魂城 就派了雷子做先锋 知罪跟审判做中军 然后刑罚做后卫 他们每一个部队都带了上万人来 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本人约翰 他就讲到说 他说他看见那一段 当灵魂城被在沦陷当中 向魔鬼效忠的时候 然后因着这个以马雷利的军队来到 他说整天这个 整天这个城市被包围 四面都是军队 然后让这个灵魂城 昼夜不能安眠 然后这个全能神 他们的这个军队 一样派出这个 这个有这个号角手 在耳门那边拼命的吹号 其实这个当我们在听到这些事情 其实你会有一些更深刻的想法 这些的这些讲的事情 只要是人 大概都会经历这些事情 我们最容易被攻破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耳朵跟眼睛 我们就很喜欢听那一些 未必是真实的东西 我们对忠言才会怎么样 利耳 那这些八卦的事情 那我们就很爱听 所以当这个 可是当这些军长 他们把灵魂城团团围困住 打了许久打不下来 于是最后 这个以马雷利的王子 秦帅大军 来夺回灵魂城 然后他里面讲到说 他带了 总共加起来有66样兵器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 就是用圣经的66卷书 然后所以他就来 当然因为这个部队 是没有办法被 没有办法打败的 所以 当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魔鬼就派出高傲先生 来做这个 来和谈 然后那个高傲先生 就跟这个以马雷利王子说 他说这样子 这个城 我们也经营那么辛苦了 那这样子好了 我分你一半 然后以马雷利王子说 开玩笑 这个我怎么可能同意一半呢 然后那在退合求其次 那城都给你 你知道留一栋房子给我就好 那这个魔鬼他永远就想要在我们里面 有一些的地步 有一些的势力范围 然后呢 那以马雷利王子也不同意 然后最后他讲说 那这样子好了 那我们就离开 可是那你要允许我们每一年 三劫我们都会回来看他们 那以马雷利王子说 这也不行 那于是最后当然 那他们就这个魔鬼失败了 可是问题是说 这一场的征战 这一场的征战 是没有办法止息的 其实在这个 我是觉得在本人约翰 他描述的一些的事情 是非常的真实 好比是说当他讲到 有一个 其中有一个 出来 因为 以马雷利王子 把这个灵魂城 迎回来了以后 那 有一个叫做 泪眼的 流泪的眼睛 泪眼的人 来到王子的面前 然后他跟他说 他说我主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的本相 也不知道甚至自己 我是不是人如其名 他说当我每次思想 某一些人说我这个名字 有一些人说我这个名字 是因为我的父亲 叫做悔改 那可是好人 也会生出坏孩子 那经常有诚实的人 他所生的小孩 却是一个畏君子 我母亲从我一出世 就叫我泪眼 这个名字 不过 也许是因为我的头脑 很容易受到感动 也许是因为我的心很软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 我觉得他这句话 就是 就是我看了以后 我是觉得说 真实的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情况 他说我看到自己的眼泪里面 也缠杂着污秽 我的祷告的深处 也隐藏着肮脏 那我要恳求你赦免我的 这一些的过错 不要因为你仆人的不配 而发怒 求你以慈爱赦免这个灵魂的罪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我们真实都以为 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说 我们也悔改 我们也流眼泪 可是 可是这个本人约翰 却提醒我们 常常在我们的感动当中 也含着污秽 在我们的眼泪里面 也含着污秽 只有当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只有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才是真实的 能够被神所光照 所以你知道 当他们讲的故事很好玩 就讲到说魔鬼 他们进入了灵魂城以后 第一个工作 就是在眼门的地方 足了三座军营 然后把所有 这个城市里面 所可能看见的光 都挡住了 让我们不被光照 让我们生命里面 没有盼望 那这才是魔鬼 能够生活的地方 那虽然以马列利的大军 把灵魂城收复了 可是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判断分子 所以他们经常 城里面经常的出现暴动 就后来他们就 是靠着以马列利的刀 与献祭军长的盾牌 那其实他的翻译是说 就是靠着神的道 以及信心 我们能够 我们不会被救赎一次 就完全成圣的 我们的这个城市 灵魂城 我这个人 我里面还隐藏了很多的叛变分子 我里面隐藏了一个大的部队 叫做怀疑 所以很多的事情 临到我第一个念头就出来怀疑 是吗 真的是这样吗 这些事情 你怎么样才能够战胜 靠着神的道 跟我们的信 就是当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 那些话不管你同不同意 你先接受再说 先接受再说 这个才有办法 使我们能够 把里面的怀疑 去除掉 让灵魂城真实的能够归给 以玛雷利王子 属灵征战的得胜的能力在于什么 需要做一个刚强的人 以夫所书告诉我们说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这里讲到是说 做刚强的人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首先我们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是一个什么 有能力的人 而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我们靠着神 依靠神 而且他原文说 做刚强的人 意思就是说 你活在能力里面 那我们走到哪里 就充满了能力 所以你要来祷告会 不要软啪啪的来 你要带着基督的丰盛 带着能力 来到祷告会里面 那我们能够来 是因为我们有穿戴 这个全副的军装 那这个 这个 原文 他没有那个神所赐 是要穿戴 就是你要来祷告 你首先要先做一件事情 你要把军装先穿起来 我想你只要在教会一段时日 这个全副军装的信息 听过没有一百遍 也九十九遍 可是重点在于是说 我们有没有照着这样去做 我们首先我们要活在 神的能力里面 靠着他我们活在能力里面 第二个 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 全副的军装是全副的 然后呢 那这这个磨难的日子 这磨难磨难就艰难 在我们艰难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样 穿起神的全副军装 然后抵挡 成就了一切 还站立得住 神没有叫我们穿着军装 去攻击敌人 我跟你讲 我们只要站立就好 神要求我们的只要站立 因为征战是神在为我们来征战 倒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 我们只要能够站稳 不让撒旦的诡计 然后错误弯曲的这些的信息 思想进入我们脑海里面 我跟你讲 就算赢了 站立得住就算赢了 而站立得住 你首先你就需要有这个 这个全副的军装 你要有一个腰带 腰带就是 腰带就是我们要准备要作战 所以那个腰带必须是真理的腰带 那个不是片片面面的 而是需要一个完整的 你要把这个腰带扣上来了以后 你要挂水壶 你要挂刺刀 你要干嘛都可以 如果你腰带没挂 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干 所以先把这个真理的事情先搞清楚 然后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轨迹 然后这个有真理的腰带 然后这个公义的护心境 公义的护心境是保护我们的心 心通常是意志的跟思想的来源 所以在我们祷告里面 你要先使自己的心 Calm down一下 这些事情都是让我们能够 把我们自己的热情 稍微冷却一下 因为很多的时候 其实保罗教导提摩太说 你不要急促为人按手 免得你在他的罪以上有份 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来跟你讲说 中正你来为我祷告 中正充满爱情 好 我为你祷告 那你没有想一下 这个事情对他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 如果不是神的心意 那对不起 那你只能难难治愈 可能我们的祷告 连天花板都没有穿过 是神要我们怎么样 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那我们就需要穿上全副的军装 我们先要用真理来省事 他求的对不对 合不合理 然后我们的心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心跟胸 是不是被保护的 是不是从 这个充满了神的意 然后才能讲到说 这个福音平安的写 他预备嘛 预备 其实我们每一次做事情 都有个目的 我们的目的 我们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把一个 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的平安的福音 福音传到哪里 哪里就能够有平安 那可是首先你要先相信 你自己能不能信这件事情 其实说实在的 祷告这件事情是 是基督徒一开始就会的 然后到建筑前都还没有学会 很多的时候别人就 你知道这个 我们查考摩西五经 就看见了 上帝怎么样修理那个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他 神就早就跟他讲说 要什么海边的杀 天上的星星 可是他等了那么多年 都一直等不到 就是他 你想你在想 说亚伯拉罕有没有为他 要生小孩子这件事情 祷告 有吗 那为什么 问题为什么就一直生不出来 那他也不知道 可是他心里面一定怀疑 怀疑说上帝是不是忘记了 上帝是不是不听我的祷告 可是你知道上帝怎么样来 提醒他这件事情 是当他又一次的 到外地去 然后又跟人家讲 他太太是他妹妹 然后又被抓 他太太又被人家抓了 所以呢 所以 那个 结果害了人家 这个 那个 那个王被 神晚上 跟那个托梦给他 告诉他说 你死人了 你娶人家 你娶人家太太 他说没有啊 他跟我讲说 他跟我讲 是他妹妹啊 然后那个神说 说对啊 我知道你是 公义的 那所以我晚上才告诉你 就他就感慨 然后神居然告诉他 是一件事情 说你啊 请亚伯拉罕 问你祷告 所以 因为 因着他做那件事情 抓了 那个亚伯拉罕的妻子 要成为太太 结果他家里面 所有人都不能生育 结果 神告诉他说 你请亚伯拉罕 问你祷告 神居然用这件事情 用 他觉得说 我自己都生不出来了 我还怎么能 替人家祷告呢 对 你要替人家祷告 一定要生了十个八个人 才去因为他祷告 他没有啊 神就让亚伯拉罕 去替他祷告 一祷告以后 全部都生出来了 然后也让亚伯拉罕 有一次的印证 神没有忘记 神没有忘记 他对我的应许 神没有忘记 我在他面前的祷告 我觉得神的工作 都非常的奇妙 那所以 信德的盾牌 这个盾牌是 挡火箭的 那救恩的头盔 是告诉我们 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你的脑袋里面 都要知道 有救恩 OK 然后 所以 我们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的武器 其实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要让我们 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用这一些的方面 我们自己要来省事 那 所以 祷告的起头 我们就是带着能力来 祷告的起头 我们是带着一个 靠神的心来 祷告的起头 我们借着神 所赐给我们的 全副军装 我们就穿起来 我们来验证 我们所有的祷告 然后 我们就能够 按着神的名 按着神的旨意来宣告 其实 当然 没有错 我们 在各罗西书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是需要为 使徒们 他们能够 神为他们 开传道的门 但是你知道 使人得救 并不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 使徒行传里面 告诉我们说 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 人都信了 这表示 还有人 还有人不信吗 因为他没有被预定 所以你知道 我们的责任 是需要去传 需要去活 活出福音来 可是 能不能够 使别人能够信 这在上帝的手中 他是不是上帝 所拣选的 我们不知道 所以 当这个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们并不是 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管辖者 幽望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恶魔征战 那征战 原文就叫做什么 摔跤 所以 这一场属灵的征战 不是打赢了一次 就停歇了 而是他是永不止息的 缠斗 直到我们 回到天家去 否则这些事情 不会停歇的 那 所以 这个 以弗所书 也告诉我们 说这个 我们从前是 顺服空中掌权的 手里 现今在 贝利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其实 其实 事实上面来讲的话 所以你看到 保罗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说 他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 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保罗不是很有知识吗 不是很有口才吗 但是重点在这里 使人得救的 不是口才 使人得救的 因为这是一场 叫做什么 属灵的战争 我们是要把人的心 人心能够夺回 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你口颤莲花 就有用的 绝对是 绝对的是 圣灵的工作 所以 那 我们在于我们 属灵征战的敌人 无论是 以福所书里面 讲到六章的 十八二十节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 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 警醒不倔 为众圣徒 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得以放胆 开口讲明 福音的奥秘 很多的东西 即便是我们 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 对于人心 是一点 作用都没有 那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讲的 很简单的话 可是 神却 能够激动 他的心 你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 半点不由我们 所以当我们 明白 我们都需要 祷告 然后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因为我们是 一个身体 一个教会 我刚刚说过 说保罗 他是在 罗马的军营里面 所以他很明白 什么盾牌 什么箭 什么敌人的火箭 他就知道说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 穿上全副的军装 于是 敌人来的时候 哪怕是 这个 箭 从四面八方射来 我们都有办法 可以挡得住 也能够继续的前进 你知道这是罗马 罗马部队 他们最有名的方正 那就是当你的箭 射过来的时候 他们有的人把箭往 有的人把盾牌向上 有的人放在前面 于是他们的群体 就都不会受伤害 所以这就是 一个身体 一个教会 所以为什么 教会的祷告会 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 我们不希望 我们不需要 一堆 我们带着 不知道为什么 祷告的人来 我们需要有一些 为了知道 我们是要来 执行怎么样 属灵的征战 我们是要来教会 执行神 给教会的权柄 我们带着 这样子的 认知 来到教会里面 然后我们一起 为教会来祷告 让使得教会 在凡事上面 都能够按着 上帝的心意 能够 因着我们的宣告 而能够实现在 我们的当中 其中也含过你跟我 我们都是 没有办法避免的 我们都是 身体里面的肢体 所以身体如果受伤 肢体就一定不会健康 所以我们更多的 需要怎么样 不仅是为我们 自己祷告 我们需要为教会来祷告 那我们 你觉得使徒好像很伟大 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拆派了 十几个使徒出去 使徒的原文就是 受差遣的人 所以你要得到 使徒的奖赏吗 那圣经明明给我们应许 让我们在后方的 看守兵器的 跟前方打仗时 同的一样的好处 一样的祝福 所以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为他们祷告 求神为他们开 传福音的门 求神赐给他们智慧 好让他们能够 帮神的奥秘怎么样 发明出来 那本来可能没有的 但是因着我们为他祷告 那样子的发明 就那个智慧跟启示的灵 就能够在他们里面 你就回来以后 这些使徒都不一样了 回来以后 这个教会充满了 这一些属灵人 是因着什么 这个不会莫名其妙的发生 是借着你跟我的祷告 然后以至于这个声音 以至于我们的这个身体 被怎么样 装备起来了 我们能够符合神 祝福的条件 于是我们同盟一个祝福 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到说 五到六节讲到说 一个君王的工作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条和 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回答众人 那这个君王的工作 这个是 哥罗希主讲的 以夫所书告诉我们说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这讲到说 我们在 我们做人处事 我们是一个君王 我们在做人处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在世界上面 怎么样子来生活 而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现今的世代都一直想要 把我们的时间杀掉 现在的社会 它以前 一个礼拜看电视 24个小时 看电视已经不错了 就是觉得已经很多了 那现在 这个触电的时间就更多了 你有电话 你有手机 有电脑 有非常多东西 我相信绝对超过24个小时 那可是 只有靠来教会 一个小时的时间 能够使我们的思想改变吗 那真的是需要 有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 能够让我们怎么样 能够让我们知道 在神所允许我们的时间里面 我们能够掌握这些的时间 那所以 君王的工作 我们把它看 他就在讲到说 第一个我们需要怎么样 爱惜光阴 用智慧跟外人交往 那个交往 就是那个行事为人 行事为人 就是走来走去 行事为人 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有智慧 能够跟所有 我们在处的环境里面 我们要有智慧 然后我们言语 要能够有约 约就是恩惠 我们的言语要充满了祝福 然后要使人 能够改变 所以我们无论 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在小组里面 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在幼稚 主义学 我们在教小朋友 我们都期待 因着我们的话 他们能够改变 因着我们的话 他们能够被祝福 然后因着我们 神把我们放在 任何的位置里面 我们因着跟神能够连结 我们因为祷告的关系 我们跟神能够连结 我们的言语有恩 然后我们的生活自然有光 然后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接近我们的人 都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 得到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 我想我们从 哥罗西书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讲到一个君王的生命 一个君王的呼召 然后讲到 君王最主要工作 就是要祷告 然后祷告 让事情 让神的旨意可以运行 所以 结论 就是讲到说 我们需要 谨醒 感恩 恒切的祷告 一定 在所有的祷告里面 你一个基础 就是 感恩 感恩 然后恒切 恒切是说 明明知道 有一个上帝的旨意 那可是还没有成就 可是你明明知道 那你就需要怎么样 不要放弃 那亚伯拉罕 就是给我们 这个好的榜样 然后呢 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呼出 所以我说 我们的祷告 是我们的一种呼吸 我们需要呼出 我们灵里面 一切的污秽 这个是 待会我们来唱一首歌 那这首歌是 宣道会的创办人 玄信博士 他写的 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在一呼一吸 当中 那怎么样子使我们的 灵里面的污秽 被呼出去 然后能够吸入 我主的甘甜 然后呢 我们能够连结 在基督里面 让我们能够领受祝福 成为祝福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按着神的旨意来宣告 没有事情 不会运行嘛 对不对 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 所以我们所需要 做的事情 真的 我们需要来为 神的家来祷告 我们需要为我们 这一些在外面宣教的 使徒们 我们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需要为教会 一切的需要 我们要来祷告 我们需要 需要为神 把我们所放在的环境 我们需要来祷告 我们需要求神 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可以改变 以至于环境可以改变 我们需要来祷告 让我们能够寻求神的心意 在我们身上能够运行 而且是毫无拦住